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如果说身处万人争抢的一个C位的娱乐圈 一个典型圈内人的最大理想 一定是要出人头地 成为闪光灯聚焦的焦点 可是偏偏有人出生于演艺世家 容貌讨喜,演技出众,早早拿奖 却在大红大字的时候急流勇退,为爱远走他乡 他不在乎自己有多红 只在乎身边有没有一个跟他白头偕老的人 他一共经历了两段婚姻,每段都称得上传奇 这个人就是苗翠花,甜妞 甜妞原名朱凯丽,1958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 他的爸爸叫朱少龙,是著名的京剧情师 除了他,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姐姐是70年代著名的女星,甜妞 早早就凭艳丽妩媚的形象在圈内站稳了脚跟 姐夫来头更大,是当时的超一线小声乐华 得益于家庭力的浓厚的演艺氛围 甜妞自五岁起就有了登台演出的经历 1973年,她在台湾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早熟》 在这部电影里,甜妞的表演自然生动 处女秀就赢得了不少圈内人的助益 其中包括导演张彻 当时张彻正在为电影《射雕英雄传》选取角色 她为了寻找理想中的黄蓉一绝的演员 在四处奔走 这时她看到了甜妞在《早熟》里的表演 甜妞不俗的演技和俏丽活泼的外形 让张彻当下拍板让甜妞来出演黄蓉一绝 甜妞的性格和外形和黄蓉十分贴切 可以说一半在本色演出 电影上映后,甜妞一夜爆喉 更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开朗、活泼 有一点点肉乎乎的女孩 她在瞬间被推到了无数美光灯下 片约分支踏来,荣誉也随之而来 1977年,甜妞接演了电影《弟弟日记》 靠着这部电影里的表演 出道仅两年的甜妞 一口气拿下了巴拿马第十七届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两个分量极重的奖项 《弟弟日记》之后的甜妞 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流量和实力并重 她的演艺道路也越走越顺 合作的对象不是当红小生 就是自身一线演员 但甜妞对这些奖项和荣誉并没有这么在意 在熙熙攘攘皆为历来的娱乐圈 她更渴望能拥有一份真实的感情 此时年轻的她已经应厚加身 家境优渥加上加好的容貌 追求她的男人应该早就排到了法国 可或许正是由于她条件太好 正经追求她的男人几乎没有 导致甜妞入圈几年感情生活一直一片空白 这时一个叫叶聪豪的人闯进了她的生活 1984年在朋友的介绍下 在一场饭局中 甜妞认识了印尼华人叶聪豪 叶聪豪是个豪放且狂热的生意人 她对甜妞可一见情形 所以只对甜妞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公式 从小在家人保护下的甜妞性格单纯 在叶聪豪甜言蜜语的围追杜劫下 两人仅仅认识两个月 她决定跟叶聪豪闪婚 这一段婚姻的开始非常甜蜜 却有一个甜妞始料未及的走向 她甚至说 我的人生苦全在印尼吃完了 为了叶聪豪 甜妞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绎事业 打算全心投入家庭生活 1985年 她拍摄完婚前最后一部电影《丑小鸭》 接着飞到渡城拉斯维加斯和叶聪豪举行婚礼 在正式婚礼前 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忙碌于婚礼准备工作的甜妞 万万没有想到 电话的内容居然这样让人震惊 这个电话是甜妞的一个朋友带来的 电话里的朋友严肃地说 她看到叶聪豪结过婚的新闻 让甜妞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甜妞急忙去和叶聪豪求证 结果叶聪豪极力否认 她又是下跪又是对天发誓 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撒谎 看到叶聪豪流着眼泪的样子 甜妞半信半疑地信了她 赌城的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盛大而隆重 世界名流都来参加了这一盛事 然而风光过后 在接下来的新婚之夜 甜妞的噩梦就此开始 当天晚上她听到一个房间里 叶聪豪似乎在和一个女人打电话 还叫她老婆 听到叶聪豪的电话 甜妞感到不可置信 她冲过去问叶聪豪 没想到这次叶聪豪很痛快地 承认了 她确实有老婆 更让甜妞吃惊的是 老婆还不止一个 叶聪豪说 在印尼男人有多个老婆 是合法的事情 说话间 叶聪豪满脸的不在乎 跟当时对着甜妞 山盟海誓的模样 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这样 原本该幸福快乐的 洞访花烛夜 甜妞在崩溃和流泪中度过的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甜妞还是选择了 和叶聪豪回到印尼去生活 一方面 初次恋爱的她 仍旧对叶聪豪抱有感情和幻想 更重要的是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无论如何为了孩子 她也想再努力一下 甜妞的梦想很快就破碎了 真正去了印尼 她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 叶家的房子确实够大够豪华 但这个房子里住了两个女主人 加上甜妞就是三个 她们三个人 每人 有一个房间 命名一号 二号 三号 冷冷的数字 也似乎在表示 这几个老婆 只是三个工具人而已 叶聪豪的老婆们 对甜妞的到来 百般不愿 大老婆更是说话 渐酸刻薄 时常刁难甜妞 虽然身处现代社会 甜妞一度觉得自己 生活在水深火热的 封建后宫 而枕边人叶聪豪呢 早就撕下了恋爱式 温柔 伪善的面具 她不仅毫不尊重甜妞 真实性格也完全不加掩饰了 她曾经对甜妞说 你干嘛 每天都在笑呢 我不喜欢你笑 我喜欢看见你哭 古怪的个性 让甜妞感觉每天 如坐针毡 在印尼亲身经历的 这种种一切 终于让甜妞下定决心 逃离印尼 回到香港 此时她已经身怀六甲 每天大富翩翩地身处 这仿佛身攻大怨的业家 必是她一人身处一乡 无依无靠 只有度中的孩子 与她相伴 每个深夜 她都忍着运气的不适 边靠着枕头 无声地流泪 在忍辱负重了十个月之后 甜妞顺利产下了女儿 在女儿刚满月的时候 她留下了一封信 给野葱豪 果断地带着孩子 逃离了这噩梦般的生活 飞回香港 回到香港后 甜妞再次投生于演艺圈 1989年 她接演了时装商战剧 她来自江湖 这部戏里不但有日后的喜剧之王 周星驰还由于甜妞未来人生里绕不开的一个名字 万子良 万子良在遇到甜妞前 已经凭借大头仔 大哥大等电影 两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的荣誉 她不但演技不俗 荧幕下的个人魅力也非常出众 不管在公众面前 还是私底下都是很多人的大哥 包括当时默默无闻的周星驰 也是万子良一手推荐参演的这部电视 在当时的影坛 她是与周润发并驾齐驱的时代巨星 甜妞虽然有影后加深 但毕竟淡出演艺圈多年 她跟万子良的人气可以说是相差巨大 但性格开朗 长相漂亮的甜妞 在拍摄期间 却逐渐引起了万子良的注意 对甜妞来说 结束在印尼的荒唐生活后 她已经决定孤身一人 到终老 把女儿抚养长大 就是自己余生的使命 对爱情 她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或许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 尽管知道甜妞结过婚 还有个女儿 贵为影帝的万子良 依然对甜妞穷追不舍 这样过了两年 甜妞终于答应了万子良的追求 两人对外公开了关系 万子良和甜妞在1992年 举办的婚礼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婚礼主持人是娱乐圈的太斗 邵乙与夫 伴郎是屡次打破香港票房记录的 新时代巨星周星驰 香港TVB电视台队婚礼进行了全程直播 参加圣殿的嘉宾 让现场一片星光翼翼 任达华 梅艳芳 张卫健 在婚礼上 甜妞和万子良都非常动容 当着大家的面 万子良对甜妞说了一句 很符合她荧幕形象的话 从此以后 我们三个人一条命 在亭台楼阁的恋爱结束之后 甜妞和万子良开始面对柴蜜油盐的婚姻生活 万子良在演艺圈已经有演弟称号在手 但她并没有珍惜自身语意 婚后她接连拍了十多部烂片 把原先累积的口碑破坏得一干二净 而万子良自小被亲身父母送给养父母寄养 见惯了人情冷暖 寄人篱下的艰辛 使她对赚钱这件事情也有自己的追求 90年代后期 眼看在演艺圈过得不行 万子良决定转头商圈 她把拍戏积累的钱 一大部分投入了商海 在广州这样土地金贵的地方 买下了大面积的店铺 用来经营服装行业 从演员跨界到卖衣服的 万子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靠着一股意气在做事 这生意可想而知 血本无归了 郁闷的万子良想靠街片来填补一些资金短缺 但娱乐圈是一个靠观众和市场认账的地方 万子良之前的烂片败光了观众员 在商权消失的几年 又丢失了市场 昔日风光无限的金麻影帝 这时发现自己几乎找不到一个请他拍片的人 资金大量空缺 演绎事业的停摆 看着以前自己的小弟都已经变成了天荒巨星 生活的落差让万子良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但他又是一个极其爱面子的人 虽然在他陷入低谷的时刻 周星驰 周润发等好友都向他伸出双手 可是他都断然拒绝了那个谈甜说笑的江湖大哥 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食欲者 看到万子良这个样子 最痛苦的莫过于他身边最亲密的人 甜妞 他想了很多办法让万子良重新振作 但万子良却仿佛从此一蹶不振 无论甜妞怎么哄他开心 他在家始终一言不发 很少和甜妞交流 那段时间万子良经常出去酗酒 一喝就是喝到大半夜 甜妞很挫败地说 我能让全世界的人开心 唯独不能让他开心 这段婚姻维持了四年之后 两个人和平分手 这段婚姻在一开始就有人唱衰 一个是天荒巨星 一个是二婚还带着个脱油瓶的女星 两人真心爱着对方 外界舆论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 可是婚姻结合容易 相处难 当爱情的荷尔蒙退去 婚姻里接下来的日子 就要靠夫妻相互融合 来面对生活的考题了 两个人虽然分开了 但并没有从此与对方撕破脸 变成仇人 2003年在四十届金马奖上 万子良作为颁奖嘉宾 对台上正坐着的田妞说 我跟田妞曾经是夫妻 我们也是永远的亲人 台下的田妞抱以释然的微笑 或许是万子良在离婚后几年内 很快建立了新家庭 两人虽然关系友好 但在离婚后从未联系过 到2016年田妞偶然在火车站 遇到了万子良 两人才就此交换了联络方式 这之后的联络 也仅限于在每年过年准时 互发一句新年快乐 结束了两段婚姻后 田妞曾经在很多公开场合 开玩笑 说随时准备开始一段新恋情 其实虽然她一直诞生 但深信开朗的田妞 身边还有一群好友 聚餐 旅游 喝喝小酒 日子过得也是相当惬意 加上最疼爱的女儿 也逐渐长大成人 跟田妞关系十分融洽 甚至都不叫田妞妈妈 而是像张伟健 在少年英雄方式玉叫的一样 称呼她为花姐 如今天妞已经63岁了 在她身上似乎看不到过去的经历 带给她的伤痛 时光赐予她的东西 无论好的坏的 她都自行酿成了 丰厚纯美的惠意 当她开怀大笑的时候 脸上的神采飞扬 跟少女时期一模一样 岁月一通闻我 我却抱之一歌 在今后的日子里 有朋友 有女儿 有快乐围绕 田妞的一生一定 越过越灿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均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 大嘴余记